你怎么啦 生气啦 没有啊 你是因为 我弟跟杏儿来了 所以生气了吗 又又跟赵伟也来了吗 那你为什么 看起来闷闷不乐的 胜利期来了 安息 这个钉子没钉进去 你怎么啦 你钉没 再说了 缺一个钉子又不会怎么样 这么牢固 怎么了 不行我给你躺一个 我给你睡 给你试试啊 一点都不会 不结实 非常地结实 出来 快点快点快 很结实 来 那你这么想玩 我们一起试试吧 我才不要跟你试 都说了吧 不结实不安全 那总比你安全 好 好 我看吧 鲁哥哥 你没事吧 他没事 没事就好 以后小心一点 他长这么大个子 又不是纸糊的 当然没事了 对吧李渊 是 我没事 他没事 这儿 这儿为什么还有帐篷啊 你不是说你想看星星吗 我就在这儿搭了一个帐篷 然后我们一起看星星 这个你都记得 好勇气 你 今天好像看不到星星了 可是我找这个地方 找了好久才找到 那我们就下次再看 好吧 对不起 没让你看到星星 这有什么好对不起的 傻瓜 这儿 这么多吗 你喜欢吗 你喜欢吗 睡 先吗 就行 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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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会睡觉 是说颜值很能打的那个男的 那个男的 像你这种男的 可以称诸为那个男的 像安身这样的 男人怎么可以这样称呼呢 也没有很帅嘛 脖子拉长的 不过 没我精致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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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着玩着 你来这儿干什么 跟你有关系吗 你为什么不在这儿 一个单身男子 在我女友家楼下守着 怎么跟我没关系 而且这房子是我的 我来看看我房子怎么了 哥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 我哥是来接我的 不好意思 我家里突然有点事 我就让我哥哥来接我了 你们玩得开心 下次再约 先走了 走吧 哥 你真的在安心楼下等了他一晚上啊 没有啊 没有的话 你这么爱干净的人 怎么会连胡子都不管 皮皮刀丢了 怎么了 你还真是不会撒谎 你还真是不会撒谎 你怎么这么傻 为了安心 守一晚上 哥现在不想聊这个 哥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小时候了 安心也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不需要你每天每天守着他了 你不觉得你对他的好 都已经有点过分了吗 都不像是哥哥对妹妹 而是 怎么不像哥哥对妹妹了 哥对你不好吗 长远了 回去赶紧把胡子挂了吧 别让妈看见了 我知道 您接下来 作为新人 您就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 是您之前有预料到的吗 完全没有 其实我就是戴着一份 单纯的对漫画的喜欢 然后把我心里想的 另外一个世界画出来 给我的读者们分享 得到这么多的关注和喜欢 其实我自己还挺受宠若惊的 那您现在被称作 国漫界的未来 读者对您的期待 比之前要多很多 会不会觉得有很大的压力 现在的确是比之前一个人 在画室创作的时候 要少去很多自由 压力也会有 不过更多的是 不想辜负这些喜欢我的人 尽可能地去把压力变成动力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了 谢谢合作 谢谢 那我就期待一不小心捡到王爷 能有一个完美的解决 我会一直追赶的 辛苦了 加油 慢走啊